路加福音 第十六章 耶稣又对门徒们说 曾有一个富翁,他有一个管家 有人在主人前告发这人挥霍了主人的财物 主人便把他叫来,向他说 我怎么听说你有这样的事 把你管理家务的账目交出来 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了 那管家自言自语道 主人要撤去我管家的职务 我可做什么呢 掘地吧,我没有气力 讨饭吧,我又害羞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 好叫人们在我被撤去管家职务之后 收留我在他们家中 于是他把主人的债户一一叫来 给第一个说 你欠我主人多少 那人说 一百桶油 管家向他说 拿你的账单 坐下快写作五十 随后 又给另一个说 你欠多少 那人说 一百档麦子 管家向他说 拿你的账单 写作八十 主人遂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 办事精明 这些金氏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 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 我告诉你们 要用不义的钱财交结朋友 为在你们匮乏的时候 好叫他们收留你们到永远的账目里 在小事上忠信的 在大事上也忠信 在小事上不义的 在大事上也不义 那么 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 谁还把真实的钱财委托给你们呢 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物上不忠信 谁还把属于你们的交给你们呢 没有一个家仆能侍奉两个主人的 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 或是要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 你们不能侍奉天主 而又侍奉钱财 爱财的法利塞人听了这一切话 便吃笑耶稣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在人前自冲义人 但是 天主知道你们的心 因为在人前是崇高的事 在天主前 却是可憎的 法律及先知 到若翰为止 从此 天主国的喜讯 便传扬开来 人人都应愤勉进入 然而天地过去 比法律的一笔一画失落 还要容易 反修妻而另娶的 是犯奸淫 那娶人所修的妻子的 也是犯奸淫 有一个富家人 身穿紫红袍及细麻衣 天天奢华的艳乐 另有一个乞丐 名叫拉扎路 满身窗椅 躺卧在他的大门前 他指望借富家人桌上掉下的碎屑冲击 但只有狗来舔他的窗椅 那乞丐死了 天使把他送到亚巴郎的怀抱里 那个富家人也死了 被人埋葬了 他在阴间 在痛苦中举目一望 远远看见亚巴郎 及他怀抱中的拉扎路 便喊叫说 父亲亚巴郎 可怜我吧 请打发拉扎路用他的指头尖 蘸点水来凉润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中极其残苦 亚巴郎说 孩子 你应记得你活着的时候 已享尽了你的福 而拉扎路同样也受尽了苦 现在 他在这里受安慰 而你应受苦了 除此之外 在我们与你们之间 隔着一个巨大的深渊 致使人即便愿意 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也不能 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能 那人说 父亲 那么就请你打发拉扎路到我父家去 因为我有五个兄弟 叫他警告他们 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亚巴郎说 他们自有霉色及先知 听从他们好了 他说 不 父亲亚巴郎 倘若有人从死者中 到了他们那里 他们必会悔改 亚巴郎给他说 如果他们不听从霉色及先知 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 他们也必不幸福 他们也必须需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